今天上午在南加州洛杉矶一架从LAX机场起飞 前往中国上海的Delta达美航班发生引擎故障 需要返回机场紧急降落 但是该飞机在下降前却将飞机汽油投放在了一所小学的操场上 导致至少20名学生受伤 蔡鲁阳报道 今天上午载有288名旅客的达美航空89号航班 从洛杉矶LAX机场起飞前往中国上海 但是在起飞后不久 飞机引擎就发生故障 于是飞机必须返回机场维修 但是为了达到安全着陆的重量 飞机必须释放一定数量的汽油 于是在飞机释放汽油的过程中 机场附近的五所小学和一所高中都遭受影响 其中情况最为严重的是Park Avenue小学 有20名儿童和11名成人被医院报告受到轻伤 另有31人受到从天空落下的汽油影响 但是使用肥皂和清水清洁后并不需要就医 而飞机上的所有乘客则是全部安全着陆 这架航班型号为波音777 已经飞行20年 最近几周经常往返于洛杉矶和上海 之前常常飞往巴黎和东京 根据联邦航管局FAA的规定 加满汽油的飞机在紧急降落前 必须释放汽油达到安全着陆重量之后才可以降落 但是也同时要求释放汽油时必须在人口稀少的区域 并且飞行高度必须达到让汽油能够在大气层中自行分解消失的程度 避免汽油降到地面 目前FAA正在调查这起事件 洛杉矶联合校区也在排查以确保各个学校区域能够安全使用 26台记者蔡璐阳报道 现在与每家各地都可收看旧金山湾区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旧金山湾区的观众可透过KTSFAPP或电视收看 其他地方的观众可透过SBTVAPP或上网sbtv.ktsf.com收看